水晶嵐 登山游客經過忍不住發出讚嘆 地上一朵朵水晶嵐 整株經營剔透 又帶點粉紅色 模樣宛如山中小精靈 雖然小小一株卻特別吸引游客目光 我們現在經營剔透了 真的難得看到 許多游客特地從外縣市到南投山林溪 就是要來看一看 這可遇不可求的水晶嵐 而以往水晶嵐大多是單獨出現 很少有十朵聚集在一起的場面 不過今年居然出現高達八十朵水晶嵐 聚集盛開 專家表示台灣有兩種水晶嵐 在山林溪的台灣杜鵑森林步道上 都可以看到蹤影 水晶嵐是台灣原生杜鵑花科 分布在海拔五百到三千公尺的森林內 而今年會大爆發的原因是因為 五月中正式水晶嵐的生長期 碰上梅雨季來襲 水分充足大爆發八十株群聚罕見奇景 讓遊客嘖嘖稱奇 華視新聞林佳寅謝憲宗 周大翔南投採訪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